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欢迎来到课程发展与设计 那我们今天来到第12周 学习重点的归纳与提示 我是国立台南大学教育学习华渊老师 那我们看一下本座主题第4章 课程设计的基本原理 第3个次主题 课程组织的课程设计原则 我们看一下有哪些学习重点 罢人说第一个 课程组织乃依据课程规准 把课程要素加以妥善设计 安置排列其组合关系的课程类型 课程结构 以增进学习效果而持续累积 常见课程组织的规准 罢人说继续性 顺序性 统整性跟衔接性 基本上继续性是again的意思 以前学过的东西后面会从物物出现 然后只是到最后会去延伸到 不断的加深加广 顺序性涉及到先教什么再教什么 这样子 持续的安排 然后统整性是说跨领域的水平的统整 组织的结构 然后那个 衔接包含垂直的水平 那个都算是这样子 那常见的课程组织的结构 包含学科课程 相关课程、附带一体的课程 然后融合课程、广域课程、核心课程、经验课程等等之类的 分科的 然后两个课程跟彼此有相关 顺带一体的 融合课程基本上是我们常见那种 领域同整、课程同整课程 广域课程里面跟融合课程有的教科书里面没有区分得很清楚 有的是混用的 不过 就黄振杰老师的观点来看的话 广域课程是很广的范围 比如说艺术化、人文 这种观点 或是我觉得像steam教学、科学、科技、computer science 运算、人文艺术 这个跨很大的东西才算是广域课程 核心课程比较像是有一个共同主题走去发展出来一些概念 新练课程从儿童生活为中心 其中核心课程主要包含广大预先计划的问题 以此中心 像你PBA有很多类似像这种类型 在按照心理跟社会需要 学生问题跟兴趣来选择学习经验 强调有试生合作设计以及实施学习活动 强调问题解决的方法 同时满足 学生特殊需要跟兴趣 教谈性 需求教导的 学习单位 那广域的那个核心课程里面可以包含学生中心的、社会中心的跟那个 原本那个社会 那个 问题中心的这种不同的区分方法 那个狭义来讲通常会比较考量到那种 问题解决或是一个主题 主题者为主的发展 那另外活动课程里面又叫经验课程 强调课程活动方案让小朋友去做完成 强调的任务 强调儿童兴趣 决定的内容跟结构 也考量共同兴趣跟特殊需要 第三个 课程统整强调 课程整体不同部分 单元之间的关联性 而且可以透过个别部分之间的连结构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 常见课程统整的形态包含着关联相关课程 融合课程 广域课程 科技整合课程 跨学科整合课程 超学科整合课程 并提出来说课程统整有四个维度包含着学习经验的统整 社会的统整 跟社会连结 知识内部概念之间的统整 以及特定 课程设计本身之间的统整 以上有关于本周学习重点 大致上如上所述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问题的呢 没有的话我们本周的单元大致上到时暂时告一段落 谢谢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关键 这个分享 我来说 来ite